最近黎泰院事件在全世界引起了热议 这场发生在10月29日晚的大规模踩踏事故 截至11月1日 该事故已造成156人死亡 150余人受伤 黎泰院是首尔市内最具一国风情的地方 在这里饮食 娱乐 购物可以体验和了解综合性的文化 通常黎泰院指的是 从黎泰院移动到汉南二洞的长达 1.4公里的这段区间 这里不仅有数不胜数的商店 还有丰富多彩的娱乐设施和美食餐厅 现在的黎泰院虽然风光无比 可你绝对想不到 以前的黎泰院其实是叫黎泰院一泰院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称呼 是因为韩战以后 美国军人与当地人生下混血儿 故此的称为一泰院 未必会不雅称呼而改为献名 黎泰院踩踏事故爆发后 大家对中国留学生 是否出现在黎泰院踩踏事故中而感到担忧 随着中国留学生亲历者的字数 大家才发现 原来中国的神在国外也是非常管用的 网红丝京阳就是一名在韩留学生 当晚离泰院为了迎接万圣节的到来 可谓是人生鼎沸 最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活动都被迫取消 如今韩国下达了解除口罩的禁令后 大众对活动的期待可谓是异常高涨 而万圣节就是他们迎来的首个活动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首个盛大活动 就被死神带走了156人 作为国外的鬼节 万圣节一直都被大众当成cosplay的盛大活动 完全没有中国中元节的敬畏之心 在这次活动中 斯京阳就和朋友装扮成财神爷的样子 准备在离泰院好好狂欢一下 当时已经接近晚上10点 总共6人叨叨了离泰院地铁站 虽已接近午夜 但这里依旧是人山人海 斯京阳还与朋友在这里拍摄了几张照片 在离泰院踩踏失发后 斯京阳才发现 自己和死神竟然擦肩而过 离泰院的小胡同非常窄小 并排行走只能通过5个人 可当时的街道却已是人挤人 为了安全考虑 他们几人就贴着墙行走 跟随着大部队缓慢前进 好不容易走出来后 6个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在过上十几分钟后 这狭窄的小胡同将成为人间炼狱 从小胡同出来后 一行人又遇见了装扮成玉皇大帝的中国人 看着对方的穿着打扮 双方相视一笑 掏出手机就拍照 双方还留下了私人号码 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在韩国一起吃饭玩闹 当双方道别后 此时的胡同已经人满为患 还有两分钟就要发生踩踏事故 当救护车和警车出现后 大家才发现刚才路过的胡同出现了伤亡事故 在斯京阳的回忆中 他详细描述通过胡同时发生的事情 根本分不清现场到底什么事实 也看不清人脸 一直贴着墙面往前走 保持着一字对裂 他在前面探路 其中三位女生在中间 其余的两位男生则在最后 当他们顺利离开拥挤区域后 通过手机 他才发现自己刚才是在和死神在跑 幸运的是 除了财神爷平安无事外 玉皇大帝也安然无恙 在斯京阳回家的路上 他碰见了玉皇大帝 对方因人流拥挤提前离开 他也从手机上看到了采他新闻 两人同时产生了一种 劫后重生的感觉 随着离太院事件的逐渐发酵 网友在扮演玉皇大帝的同学下留言 这身衣服给你金身了 正是因为三位财神的活玉皇大帝的合影 造成一个短暂的时间差 所以玉皇大帝才能幸免于难 如果不是双方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想必玉皇大帝就去见孟婆了 随着离太院死亡人数不断上涨 韩国政府宣布 10月30日至11月5日为全国哀悼期 韩国首尔市市长吴世勋 内政安全部长官李向民 警察厅厅长尹西根 就首尔离太院采他师父道歉 希望逝者已逝生者已矣 愿天堂只有欢乐